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蕭格9號的 畢業專題製作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要故意暫停在這邊 然後有兩根樹枝準備飛出去 然後這幾個樹正要種下去 來點擊一下 然後我發現日照 日照的時間好像是 我不知道怎麼設定的 把它設定成 整個系統綁定在一起 所以 你看現在封面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點探索世界的時候 進去就會是什麼時候 像現在應該是 半夜嘛 月亮升到快中間的位置 我們把它點下去 那等一下就會是 半夜的狀態 有點卡 呵呵呵 看 正好 月亮掛掛 那我們再嘗試一下別的方法吧 現在我們先離開一下 我們等它過去 等它變清晨的時候再給它點下去 看是不是 會變成清晨的狀態 來探索這個世界 好 清亮了 你看 太陽剛升起 不像是 就像是 就像是 有了 那 有了 像是 沒有了 像是 的 很多 都 都 很 很 我稍微改了一個設定 按Shift就是慢慢走 不按Shift就是跑步 模仿符文工廠的特性 這樣比較方便 因為常常很多人都不知道怎麼跑步 所以也沒按Shift 這樣就很累 還要跟人家介紹一下按Shift才是跑步 要不然他走路實在太慢了 走路的速度慢到爆 所以我現在乾脆改成 常用的是跑步 所以跑步就是直接上下左右就是跑步了 然後按Shift才變走路 慢慢走 所以之後按Shift應該會有做一些特殊的設定 例如按住Shift的時候比較不會被敵人察覺之類的特殊功能 然後呢 現在背包也換成兩格了 這是這次的畢業專題製作過程中拼命趕出來的 一個是F 一個是Q 當然F和Q有各自的功能 那目前我現在就先來剪個道具 現在收道具可以很簡單的按Shift按右鍵 直接把道具收進包包 操作方法就像這樣子 哎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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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也想要會這樣子 我測試的時候明明沒有這樣啦 好那我們現在 Q F F F 看它左邊 你就是按滑鼠左鍵就可以使用F 然後Q在右邊 所以按滑鼠右鍵就可以使用Q 丟出去 這是飛刀 啊 很整個 欸 欸糟糕那個沒刪掉啊 我被降Sands了 還被降100點 啊糟糕拼命手滑了 然後 然後 因為現在這個不能丟東西的 你看Q 現在Q是收納 原本是XX 現在改了Q 就是照這個符號Q是收納 算點擊可以丟 點擊就可以丟啦 點擊還是能丟 但是 這樣很不方便嘛 要丟東西不方便 所以我現在改了一個功能 也不是改了 就 就是把該做的功能做出來的 就是可以堆疊了 可以像這樣子 分割 這就是數量分割 這個我調好久耶 像minecraft一樣的數量分割 可以分成一半一半 然後就可以這樣嘛 一個一個丟 一個一個丟出去 然後分割的數量可以這樣子 把它堆疊起來 手動堆疊 或者搬移啊 搬來搬去的 搬來搬去 換位置 超規格整理 對啦 用這種方式整理也蠻好玩的 這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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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過這樣搬的時候常常出問題啊 測試的時候 測試的時候 測試的時候用這樣搬喔 一堆儲存問題就跑出來了 我不知道這樣搬會不會再出問題 好像也有齁 堆疊好像出問題了 폭捕水啦 捕捉 招太快了 3月前 哥藤曼就是要拿刀子 我做了一個包包塞包的提示 點他 你要收包包他會提示你包包包了 你要自己整理一下包包 F鍵是可以 F鍵在這裡 F鍵就是左右交換的 這樣可以方便的快速替換你的武裝 這樣你可以拿這樣子 哎呦 沒辦法直接換 背包版的沒辦法直接換 所以要先對替一下 嘿 他藥草有機率會跑出蚊子 機率啊 當然也是機率問題 運氣不好就會一堆蚊子 出現了 三隻 喔喔喔 兇的咧 欸 欸 肚子 還有他腳 唉唷 這些都是料理的配方 咬不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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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對喔他要做小地圖啊 更多蚊子 嗚呼 嗚欸咧咧 各位蚊子 欸嘿嘿 他想攻擊啊 想攻擊啊 全滅欸 一堆肚子在地上滾 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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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哇大豐說 他慢慢吸血 你看 血慢慢滿出來 滿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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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滿了也是不能摘啊 你要繼續 繼續 等他自己吸爆了 才能摘 等他吸爆了之後就會自己滾出來了 如果直接摘的話 會失敗的 會失敗的 對阿 你吃東西的時候 我現在拿到吃的 按右鍵的時候 中間有東西會繞圈 對 只是個視覺上的提示 讓完就是吃掉 這樣子 讓完 就吃掉 讓完 吃掉 這個 是這樣的功能 那就是木棍 這才是基本的工具啊 對阿 就是因為系統現在改了這麼多 所以 教學關卡勢必得重做啦 真慘 唉唷 是 沒有 有 是 有 是 有 是 有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